公司的年度审核出来了 我们三组不至于垫底吧 也不至于垫底 但也不是第一 你放心好了 明年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也许不用到我明年了 大明 鉴于你这段时间的表现 实在让人很失望 我和关总商量后 决定让你不再担任 销售三组的经历 关总 徐总 我承认我前段时间家里 确实有点事 不过都已经解决了 我相信我有能力明年 继续担当这个销售经理 真的 你们相信我 你都处理完了吗 你处理完了 怎么最近上班 老是迟早早退的 徐总 我前段时间不是家里有事吗 后来我朋友也出了点事 你说你 不是家里有事 就是朋友有事 你什么时候才能没事 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有家人和朋友 这个有事 那个有事 那业绩还要不要呢 这家里的私事 它不是影响工作的理由啊 如果我走了的话 那三组的人谁赖他呀 我们打算让方婷走 方婷 对 方婷 你这段时间是平平地出状况 而方婷的沉稳的办事能力 我们都非常认可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难道让我给方婷当经理助理 方婷说 她已经有何时的人选 至于你嘛 你愿不愿意到第一组 去给孙经理当助理 谁做错的事都在接受处罚 你要到一组好好干 机会还是有的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辞职 达明 你别冲动 关总 许总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大明 算了 辞职也许对她是件好事 这样吧 你好好地给她写一封推荐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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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我遇到 算是吧 我得罪你了吗方婷 我想努力工作有错吗 如果你真的对工作 又认真又努力 也不会给我这个机会啊 我那天给你发请假短信 你不是没收到吗 我收到了 但是我把它删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你是压倒落头的最后一根刀子 方婷 任一人之间的情感你就看得那么冷淡 我在公司对你那么好 我那么信任你 我把我所有联系人的电话都给了你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你冷静一点 咱们找一个地方好好地聊聊 你也只要在这地方谈丢人啊 好 我给你这个面子 就当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个礼物 天天人见 说吧 你还想和我说什么 你是不是觉得 我用了卑鄙的手段 把你经理的位置给抢了 难道不是吗 是 没错 我是使了一些手段和心急 但是王明轩 我不觉得我错了 你知道吗 我因为你背了多少黑锅 你知道公司的人都叫我什么吗 金牌小散 所有的人 包括关总 徐亮 他们都认识我 方婷破坏了你的家庭 王明轩我方婷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凭什么背这样的恶名 这个恶名是我让你背的吗 方婷 你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是谁整天跟我在公司里玩爱 是谁大半夜搬到我宿舍隔壁去住 是谁整天说吵着离婚都是因为我 这些不都是你做的吗 人家李希请我吃顿饭送个花 你看你那个脸拉的 好像我们俩真的有什么关系一样 你把我方婷当什么了 你的个人物品吗 我就不明白了 我在乎你有错吗 你是真的在乎我吗 王明轩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出发 你太自私了 关于工作 我方婷觉得没有任何亏欠你的 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手去抓的 我不仅要帮着你的工作 还要帮你解决个人问题 我还得让公司所有人都知道 我方婷没有破坏你的家庭 否则我就没法做任了 就是因为这样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工作 我不能给我的父母丢脸 那我的事业呢 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事业呢 你的工作应该由你自己去负责 你走的每一步路 你应该想好了再去迈步 不是应该由别人来负责你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你的事业 利用我对你的信任 对你的感情 我是有不对的地方 可是我对你 从来就没有过坏心 从来就没想过要伤害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在这一点上 我承认我是有一点过分 但是事情已经这样了 请你面对写事吧 对不起 随时最有点不停 我现在想那见不在山上 我你觉得我必须的地方 我看你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明 你给我下来 你在那儿干嘛 快给我下来 别过来 走 没你事 什么叫没有我事 好多人看见你在那儿喝酒耍酒疯 以为你要自杀呢 听我的 赶紧给我下来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你走吧 我说离心刚消停点 你怎么又闹上了 你下不下来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下来 你不走 我真跳上去了 好好好 好 我走 我走啊 你别胡来啊 大厦里啊 赶紧那儿出事了 不不 大明出事了 他在我这儿耍酒疯呢 没准要自杀 你赶紧叫几个人过来 就在七五一 B Park 赶紧啊 走啊 走啊 赶紧干嘛 我让你都叫几个人 你怎么把赶紧干嘛叫来了 这不是添乱吗 不是你说的他要自杀吗 我想这么严重 能不能把他们叫来吗 欧明雪 你别撒酒疯了啊 赶紧下来 你们来干什么 都走 走啊 儿子 走 儿子 你吓着妈妈了 你看 大明 你干什么呀 不就是离婚家失业吗 有什么呀 我早就跟你说了 方婷不是省油的灯 她会像蒋心瑶一样 无怨无悔地爱你吗 你为这个女人真不至于 是啊 大明 不就丢了份工作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咱们重新开始 儿子 我跟你说 多大点个事啊 你要有三长两短 妈妈也不活了 你知道吗 妈 这心里难受 我委屈啊 我真的没看得完 有的女人在我背后捅刀子 有的女人珍惜爱我 我还要跟她离婚 我就是个混蛋混蛋 怎么办啊 我琢磨着吧 八成她是想见蒋心瑶 是啊 她怎么跟你一个德行 别废话 我问 大明 你是不是想见蒋心瑶 我没脸见她 看什么 她这个样就是想见蒋心瑶 跟我当时一模一样 那我我去找我去找吧 干嘛别急 来之前我先给心瑶打个电话 估计这会儿她也快到了 大亚离 浩子 我愿意为 我逼你们承受 可是真一道事了 我还不辱你们呢 丢人呐 大明 你这说了什么话呀 咱们兄弟几个谁跟谁啊 咱们做的丢人事还算少吗 就是啊 说不准哪天我耗子 我一中邪 我做的缺德事 我做的丢人事 比你丢人一百倍 你跳下来真的没机会 看见我和大亚离丢人了啊 对啊 我现在根本能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脚要跳下去 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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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要来了 天要来了 王明轩 你至于吗 不就吃饭工作吗 还是被自己喜欢的人伤害了 心里过不去啊 大明 你在我心里边 一直是一个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男人 你伤害自己的时候 能不能看看我们呀 能不能看看爱你的人 是什么感受啊 心瑶 你劝他就少说两句 别骂他 我没脸欠你 是 你可能从小到大 没遇到过什么挫折 你看看我们几个行吗 哪个不是伤痕累累的 哪个经历的不比你多啊 你怎么拿大道理说 别人的手一套一套的 到自己你就不行了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心瑶 我 我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 是我没看好你 让你走了错路 大明 下来吧 行吗 有什么事咱们下来说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我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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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别说了 你别动 你听我把话说完 咱们俩走到这一步 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我说了我也有责任 我也有错 我没跟上你的步伐 没抓住你的心 所以才让你越走越远 你的事我听说了 咱们不能怨人家 他是伤害了你 可是不也让你看清了你自己吗 大明 在我心里边 你永远都是最最最优秀的男人 我知道你能从头开始 下来吧 你要还是我心里边的那个人 你就自己走下来 这么多人看着你呢 你不会让我们再失望一次吧 你不愿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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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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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你干嘛呀 大鸣 新娘走了 赶紧把她留住 多好机会啊 对 你求求她吧 我没脸再去见她了 我不能有事就去找她 那她成什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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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什么你啊 丢人就丢走到外面去了 好看哪 平时看着你挺懂事的一孩子 怎么这么经不住事啊你啊 我问你 当初离婚是不是你自己要离的 多少人劝你啊 你 你现在后悔了 还以风撒邪 你有劲没劲呢你啊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吧 今天啊 要不是新姚来了 还补点什么事呢 这以前呢 我也有对不住她的地方 都怨我 干你干嘛 我说两句啊 干明 以前你总劝我 要看开点 要震作 你说我的是会一套一套的 怎么事情到你自己头上就不对了呢 我不会劝你 但是你说我的那些话 你自己好好回忆回忆 多大点事啊 天能塌下来吗 换句话说 就算天塌下来 我们把他顶起来不就完了吗 我们是男人 是爷们 我们不顶谁顶啊 我觉得一心说得对 大明啊 平时都是你劝我们俩 交给我们兄弟两个 劝你一句 别太较劲了 失去了并不可怕 失去了再转回来不就行了吗 是啊 上哪儿转不是转 工作没了 上我办公司来 对不对 大明 跟你干嘛 这个该劝的我们也都劝了 我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你忙去吧 来 我我影楼也没请假 我也先走了 去吧去吧 去吧 谢谢你们哥儿俩啊 慢走啊 来 走 来 走 慢点 慢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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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凡 我是蒋星瑶 你还记得我吗 毛明轩的前妻 我记得 星瑶你有什么事啊 没事儿 你跟雅童姐下班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吃饭 对 我已经跟公司申请 回老家的办事处去工作了 明天就走 离开北京之前 想约几个朋友聊聊天吃吃饭 想了想 我在北京确实没什么朋友 就冒昧地给你打了个电话 好 那下班以后请过去 谢谢啊 儿子 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起来吃饭吧 好儿子 吃饭吧 怎么着啊 毛明轩同志 玩绝食还 你 你以前怎么说是离心的 你是不是就打算一辈子 你都不出门了 儿子 你们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亲一亲 你 你是不是还想找那蒋心耀啊 那你就出去找找吧 我 我都给人家蒋心耀打过电话了 人家不接 你让我找我 我都抹不开这面子我 那 那我出去找我 你 你 你找人家说什么呀你 你让他想想想想以后 自己找去吧 行 那就这样吧 这点出息 咱们三个认识挺长的时间的了 一直都没机会一起吃个饭 更别说喝酒 咱们先喝一口吧 来 其实我们俩早就想喊你出来了 但是你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 后来还有听说你怀孕呢 所以就没好意思再叫你 真的是一门心思想把这个家弄好 搞得自己连个朋友都没有 真的到出事的时候 想找人说说话都找不到 信尧 你真的要走啊 北京的生活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刚好公司有这个机会 把我调回老家的办事出去 我妈为了我的事 也已经心力憔悴的了 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照顾她 那这次就算是我跟小凡替你送行 来 小凡 其实我特别想听听你们俩说什么是婚姻啊 哎呦喂 其实这个话摸摸心里已经很久了 说实话我也没想明白 是 我都说不清楚 我就是特别想不明白 我真的已经把全部的爱都给了王明轩 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换不来她的真心 光有真心是不能为谁婚姻的 你会被现实打败 物质技术也不能忽视 可是光有物质没有真心也不行啊 小凡 你每天就生活在金钱当中 什么都有 什么都不缺 可是就是见不到自己的老公 有意思吗 不过话说回来了 物质也有 真心也有就能维持吗 人的包容呢 理解呢 不满足呢 时间长了 她真的会拿你跟别的女人做比较 挑剔你这儿 挑剔你那儿 小凡 其实我觉得文浩挺好的 除了 没什么钱 没什么上进心 可是她忠诚啊 小凡 你们家离心呢 贪玩 花心 可是她真实啊 没什么藏着掖着的 我们家王明轩就不一样了 在外面永远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 温柔 体贴 不佳 可是她精神出轨了 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没感受过精神出轨 她搂着你 心里想着其他的女人 真的特别可怕 这样的婚姻真的是什么意思都没有 特别可怕 我现在一提婚姻啊 感情啊 我就头疼 是 我有的时候 都想一辈子独身了 太消极了 我就不这么想 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时间长了 我一定会走出王明轩的阴影 因为我对爱情还是抱有幻想的 现在我问你 如果王明轩回头再来找你的话 你会接受她吗 主要她是真心的吧 如果是真的呢 我会考虑她 因为王明轩那种人 如果不是她自己想明白了 她不会回来找你的 如果她真的回来找我了 那就说明她真的想明白了 不过我看短时间之内 她是不会想明白的 那如果最后 她跟方婷结婚了 你会恨她吗 其实我觉得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很容易 可是到手了以后呢 又不懂得珍惜 女人就不同了 你 你 还有我 咱们都深刻地体会过 爱上一个男人 而且越险越深 不管怎么样 祝福她吧 离婚以后 我其实想明白了好多事 在婚姻里边呢 谁也不是谁的救治主 谁也别想改变谁 只有精神上的 完全信任和理解 这种婚姻才能维持下去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不光是男人吧 女人也要有担当 你们说是吗 你们两个人口口声声地说 不相信爱情了 想单身 还不是因为爱文浩 爱离心 爱得太深了 爱之深恨之深了 对吧 对 说对了吧 喝一杯 喂 小凡 你在哪儿呢 我在回家路上 有事儿吗 我有事儿找你 来进行花园好吗 好 我这就过来 小凡 我喜欢你 我想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好吗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你知道我离过婚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一点也不在乎 杨真 我的第一段婚姻 就已经很失败了 弄得我伤痕累累 我根本没办法这么快去接受 一段新的感情 我需要时间 我也经历过感情的痛苦 我也经历过感情的痛苦 希望你好好考虑 我等着你答复 慢点啊 郭叔叔 慢点啊 郭叔叔 慢点啊 郭叔叔 郭叔叔 好 那这笔生意 就全拜托您了 您一定要照顾侄子我呀 好 小李 你比你爸败的生意 直走咱俩感情牌 行 就祝你这笙叔叔 咱明天就签合同 还是郭叔叔疼我 嗯 那您赶紧上车吧 好 来 明天见 慢走 慢走 快走 osef 静新 生意谈好了 赚钱了 俩也好 生意 celebrity 你的 BRITA 我ุ forbidden í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昊 你怎么来了 你大早起来吃这个干不干呀 颖楼里有水 凉水能喝吗 你不怕伤胃呀 谢谢 找我有事吗 我过来告诉你 蒋新耀要离开北京 昨儿蒋新耀找我跟小凡吃饭 他说他要离开北京 我的妈呀 行 谢谢你丫头 赶快告诉大明 他如果错过蒋新耀 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知道有去找他 别忘了喝豆浆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慢点 大明 大明 干吗 怎么了 蒋新耀去火车站要回老家了 大明呢 在屋里呢 大明 大明 赶紧跟我走一趟 蒋新耀坐今天的火车要回老家了 为什么 别管为什么了 我让大爱丽先去火车站把人拖住了 赶紧跟我走 有点出息行吗 你前几天撒酒疯 人家蒋新耀二话不说就来救你 你都忘了他跟你说什么了是吗 他说他还爱你 他还爱你 听明白了吗 大明 原不原谅你是他的事 去不去求他回来可就是你的事了 你别什么事都等着蒋新耀主动行吗 有点出息 大明 把新耀找回来吧 去不大明 爸支持你 嫂子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来了 我能不来吗 大明他们都在路上了 怎么着 你也得见他一面再走吧 我跟大明真的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也别叫我嫂子 卡着点儿来的 嫂子 这火车站人这么多来来往往的 要不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吧 我跟你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 别闹了啊 我可以跟你说说我跟小凡 嫂子 大明来了 听说你要走 不是听说 我正要走 被林昕给拦住了 能不走吗 我心里有好多好的话要对你说 那就在这儿说吧 欣耀 聪明 你算是什么 就估认了 伤心 不 plausible 怎么办 你 还没关系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 回去我会好好想想的 回吧 半苗 半苗 小两大名 别这样别这样 大名 冷静点 鸞 噓 个念 花 其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爱变得复杂 失去了原本的优雅 总是做怕又怕 反复挣扎 我们无以为这是成长的代价 经历太多的变化 心不断挣扎 丢掉了原有的融洽 总是花中有花 没花交花 却不只交下感情的路 一分差 想个办法 能把爱留下 两个人都牵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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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给出的回答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爱变得复杂 失去了原本的优雅 总是做怕又怕 反复挣扎 我们无以为这是成长的代价 经历太多的变化 心不断挣扎 丢掉了原有的融洽 总是花中有花 梅花招花 却不知脚下感情的路 一分长 想个办法 能把爱留下 两个人都牵挂 何必要假装潇洒 拨一个无人的号码 说说我的心里话 别让泪水不停 在寂寞中挣扎 爱就爱吧 把情绪放下 关上门回到家 把任性藏进山坊 到一具为爱的牵挂 曾经的温柔拿回来吗 等待只有时间 能给出的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